大家好,我是乔首女工编织坊的店主 我今天来教大家织这一款 双色单螺纹鞋口的太阳花编织方法 我们把这个织的这种竖条也叫太阳花 就是起了一个名称而已 但是这一款的话有两种织法 这个鞋背的这个花形 然后我们这款鞋子呢 所要用到的材料是 我们家的这个横溢的橡胶的防滑鞋底 然后底部的话是这种螺纹的 螺纹的笔就是防滑的啊 而且柔软度也是很好的 就是这样你翻 就是鞋子上好了之后翻的时候 这样直接压的话 它鞋笔是不会坏的啊 然后我们所要用到的海绵 是我们家的这一个紫红色绒布的这种 然后外部的话 就是外面的这个是大红色 然后里面的话是这种紫红色绒布 带一点点小短毛啊 密度比较高 然后厚度在1.1公分左右的 不是特别厚也不是很薄的那种 反正这个穿在脚上是很舒服的 而且穿在脚上